为什么要把利益让给你 无非是配合马英九政府的 欺骗台湾人民的宣传 想要实现所谓的经济一体化 通过签订艾克法 所以在中共实际上已经以超限战的方式 全面登陆台湾的情况下 马英九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台湾自由的保卫者 而是中共消灭台湾自由的同盟军 这是台湾危险的地方 万有强权逼迫 内有国民党权贵配合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之后 中共将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 展开对印的作战 对印作战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迫使印度驱逐达赖喇嘛 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 让西藏的流亡政府成为一个没有立足之地的 政治存在 这是他们要做的事 也是我们在台湾大国策里 揭示的第一个历史背景 那么在台湾大国策里揭示的第二个历史背景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藏人啊 我去访问达南萨拉的时候 一位藏人 喝酒以后很悲愤的问我 说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铁血强权啊 这样一个加持了15亿人的 拥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铁血强权 我们藏人的希望在哪 我们只有600万 我给他讲啊 藏人的希望在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在于达赖喇嘛尊者 现在正在啊 人类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 是藏传佛教啊 升华为一种对人类精神拯救有帮助的 这样一种精神存在 我说这是第一个希望 第二个希望就在于 藏人现在说半个世纪的里头啊 表现出来的 我们宁肯死也绝不会 背叛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 绝对不会背叛我们心灵的家园 和文化的祖国 这样一种抗争的意志 那第三个希望就在于啊 中共暴政 它有强大的一面 但是呢 它也有极端虚弱的一面 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 民族矛盾 正在急速的向最后爆发的临界点发展 当年造成了前苏联帝国突然崩溃 那样的一种历史的逻辑 现在正在中国的内部迅速的形成着 所以只要坚持 命运呢 一定会赐福给啊 正义的一方 我想 这是我当时啊 给那个西藏朋友的回答 所以台湾大国策第二项分析 就是分析啊 中共暴政内部的 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发展 将在两千 一三年到两千一五年之间 引发中共内部的大危机 而这次大危机呢 将有极大的可能性 造成中共啊 这个东方的巴士底遇 像前苏联帝国一样 彻底的崩溃 在人民的大起义和总体反抗中 彻底崩溃 好多朋友到中国去 看不到中国的 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 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 看到很多的这个 表面的繁荣 没有看到一点 就是在中国 极端的两极分化 已经把这个社会彻底的撕裂了 现在中国0.4%的人口 掌握着70%以上的社会财富 不用看别的 就看这一点啊 就可以知道 中国的危机 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能很具体的讲 中共暴政 为什么面临着一个 大崩溃的前进 但是在 大国策这本书里呢 我想我还是有很详尽的 分析 当然这些分析 都不是我的推测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做出 那么台湾大国策的 最后一个 或者是中心性的内容 就是台湾面临着这样的 台湾的自由啊 面临着这样的一种 危机的状态 那么台湾人应该怎么办 用什么方式啊 来战胜命运 有的人问 为什么用大国策这个大字 台湾小而美丽 为什么成为大国策 那我回答是这样的 因为整个世界现在都面临着 中共极权扩张的 危险 都面临着中共极权主义扩张的 对他们立国 自由民主的立国之本的深刻伤害 对他们国家利益的伤害 事实上 中共现在已经成为 人类大劫难的一个测原地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中共对台湾的 所有的战略阴谋 实际上是消灭整个 人类自由民主的 整个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第一个 要实施的战略阴谋 我们刚刚才已经讲了 胡锦涛声称 在那个文章里声称啊 要把21世纪变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共产主义复兴的时机 这么多年了呀 好许许多多的这种 所谓的汉学家也好 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好 不断地想让人类相信一个 谎言 那就是中共已经放弃了 极权主义 已经开始实行资本主义了 我们说这是一个谎言 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啊 没有这样一种法律的基础 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 哪里有自由资本主义 那么中共现在实行的是 专制的恶法 中共法律的根本意志是为了 为了维护现在中共暴政特权的利益 中国人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 被剥夺了言论自由 当然自然也和这个权贵阶层 不可能拥有法律上 民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着 实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 中国现在实际上实行的 应该叫做权利贵族资本主义 权利贵族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倾向 就是让社会财富迅速的通过 它的经济逻辑的运行 流入到一小撮权利贵族的金库里 事实也在这样的运行 那么在中国不存在着一个自由资本主义 相反呢 自从胡锦涛上台以后 他首先秘密访问北朝鲜 然后在内部的讲话里 我想这个讲话在网络上 早就已经有过很多的披露了 他说呢 朝鲜现在虽然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 但朝鲜在政治上一直是正确的 所以在政治上要学习北朝鲜 那么我们都知道那样的一个极端的极权专制主义 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残余了 那现在中共要利用他们二十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能量 来进行全球的极权主义扩张 也就是共产主义扩张 那这样的话就使整个人类啊 面临到危险之中 现在整个人类面临的危险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 还要强烈 因为那时候的德国只有五千万人口